前些天有位司机发现 一个广告帐篷在大风里迈着小碎步前进 他四腿动作协调 不紧不慢地斜向穿过马路 建国以来 四腿广告帐篷在大风天时常成精 给周遭围观群众带来搞笑和困惑 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行走原理进行研究 这种帐篷重量有几十公斤 通常由一名壮汉扛着行走 使用时先将折叠骨架像雨伞一样撑开 再把四条伸缩腿拔出并固定好散步即可成型 观察其结构发现 帐篷的四条腿比较Q弹 顶部受到外力时 可向前后左右小范围偏摆 因此如果用绳子牵拉帐篷边缘 它就会以轻微前倾的姿态在地上滑动 而视频里的帐篷却在自如行走 并且都是向着对角线方向运动 同时前进方向的前后腿和左右腿各为一组 交替运动 这又是为什么呢 通过实验发现 即使牵拉一脚使其沿对角线滑动 依然是拖死狗 想让它走路 就必须有外力将前脚向上牵拉 使其轻微上脚 带动前腿向前偏摆些许距离 这样帐篷上部受到向前的拉力 就会在三腿支撑下向前摆动 导致这三条腿开始后弯 积蓄能量 同时拉力对左右腿的接地点形成旋转力矩 使帐篷前倾 导致前腿触地而后部翘起 于是后腿离地 回弹到初始位置后接地 此时帐篷又开始以前后腿为支撑向前偏摆 使高度抬升 导致左右腿失去地面摩擦力的约束 也回弹到了初始位置 就这样完成了一个行走周期 只要帐篷前脚持续受到向上和向前的拉力 走完一个周期后 前腿会再次上脚 继续依靠左右腿和前后腿的交替支撑 像人主着双拐一样 向对角线方向行走 看来在大风中 帐篷部不仅要提供向前的推力 还要提供前脚的升力使前腿上翘 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原来帐篷的肩顶造型在承受气流推力时 还使背封面被窝流覆盖 出现了低压的回流区 导致前脚位置出现较大的上下气压差 由此产生了前脚上翘的形变驱动力 但在更强的风里 由于肩顶背封面升力过大 帐篷就不再老老实实地行走 而是四提腾空前进 但成经现象并不仅限于四腿的帐篷 如果我们在斜面上树立一个梯子 推动它绕着一侧接地点外偏 同时让梯子轻微前倾 这样释放时 梯子的重心就会同时受到回正力举和前倾力举 于是重心一边回正一边前移 带动梯子的另一只脚 一边下落一边前进 触地后 重心就比初始状态下落了一定高度 于是重力是能转化为 梯子绕另一只脚反向侧偏的动能 使重心继续在回正力举和前倾力举作用下 再次带动位置较高的脚 短暂离地并前移 这样梯子也能在两条腿的交替支撑中顺坡前进 因此网友遇到的梯子成经现象 其实是靠重心不断下降 来维持左右摆动的动能 这也同时解释了 为什么朗朗乾坤众目睽睽下 两腿花圈竟会在路上迈步行走 而这种两腿交替支撑是摆动行走原理 其实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 就被复活节岛上的土著工程师所掌握 他们为了把凿好的大石像从采石场运到海边 就给石像脑袋上绑两条绳子 有两组原始人无偿牵拉绳索 其中一组首先发力 让石像绕一侧接地点向外侧倾斜并向前旋转 倾斜得差不多了 就赶紧泄力 在这次施加拉力的过程中 石像另一侧短暂离地 向前迈步 接着另一组土著人开始发力 石像顾忌重演 再次向前迈步 就这样拉一次走一步 土著人仗着人多势众 用不了十天半个月 就能让大石像走完十几公里路程 就能让大石像脑袋走完十几公里